就在昨晚,小星未看妹子黑色照片,直接加班一小时 刚开始,小星直接一波骚操作,骗得到与妹子打双排的机会 这直接就把妹子整不会了 无奈已上了老色批小星的贼传妹子,也只能寄来之则安之 由于小星担心,妹子会是个老baby,便试探性地问起了年龄 我,我01的 你比我大,你比我大几岁 大1岁 大1岁就不算大了 可刚一开始,小星就在攻打对面边角的敌人时,就被敌人一缩子扫走 在被妹子拉起后,还将妹子卖了 我被谁打呢 就在小星还在疑惑被谁打的时候,一名敌人引窝了过来 来了,直接打,打一下他 而来到脸上的敌人,竟然不动了 此时我严重怀疑,对面是小星请来的演员 就在小星被拉起后,对面才掐准时间,丢出燃烧瓶 小星在听到掐火的声音,立马蹲到了对面 而妹子却直接贴到敌人脸上 见妹子已被击倒小星,直接来了个脚底抹油 哎呦,卧槽 看到妹子因就自己,而被敌人打掉 小星那叫一个气 妈蛋的,我本来想丢火的 我跟队友又说得上了 正所谓队友忌天,法力无边 小星在安慰完妹子,立马又杀了上来 直接一把X-74U冲锋枪干掉一名敌人 此时,前方防顶敌人飞行翼落了下来 小星迅速向防顶丢出投掷物 随后继续投雷抢阻敌人 可并没有将敌人补掉 小星贴墙拉向左边 就在小星准备布置蹦床 准备跳上防顶,却听到左边来的脚步 小星立马掐雷 而敌人却准确无误地撞到了小星脸上 小星再次以7-4U冲锋枪击倒敌人 这时,防顶被击倒的敌人也爬到了一楼 透过窗口小星直接丢出燃烧瓶将敌人击掉 可很快便将敌人激怒了 见势不妙的小星果断地跳到了下面 可当跳到下面两名敌人便随之跳下 小星再次使用X-7U冲锋枪接住敌人 随后,小星在将对面防区的敌人击杀后 也是拿下了首个淘汰王 你先来找我吧,先来找我 我这边没什么人 妹子也在这时看出了 小星必须用队友祭天才能爆发出自己的实力 果然只妹过这一次的,妹子可以上线 小星也不可否认地承认了妹子的这一说法 毕竟是你把我救回来 我得好好珍惜这条狗蜜罩吧 随后小星在与妹子一起将后来的一对敌人击杀后 便来到了研究所寻找686 可刚到这里便听到以先一步来到此处的妹子说 有车来了 在车了 对此,小星在一走位骗取敌人上来后 立马一个啤酒瓶子砸到了敌人的头顶 紧接着切出7-4U冲锋枪将敌人击倒 此时楼下的脚步也在蠢蠢欲动 小星迅速地将敌人补掉 并一个翻越来到二楼外面 透过窗口发现了小丑鱼的身影 小星果断地投出铝热弹 而房里的小丑鱼也在这时知道了小星的位置 立马就扫了过来 随后小星在啪雷跳至一楼 听到了最左侧的敌人 直接就投了过去 而妹子也不是一般的猛 立马就冲了上去 三下五除二便将小丑鱼秃脱了 这个还挺凶啊 小星在来到房顶后 也是找到了自己的专属武器686 既然已经有了686小星 肯定带着妹子秀一把 好方便自己开口问妹子 要照片 很快机会就来了 小星在研究所附近的车库 发现了一个人机 趁此小星立马将人机让给了妹子 有有一个人机给你打吧 有有 紧接着小星便开口 向妹子索要起的照片 一号 我这把料带你吃进 能发上照片看看吗 说了 都发黑色呀 你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哪有那东西 你有也很正常 女生不爱穿那玩意吗 随后 小星便带着妹子 带一座假车裤 发现笛 我这不早 然而由于小星降落的失误 竟落到了敌人脸上 结果误打误撞的 竟瞬间解决了这 我怎么跳这了 由于在敌人盒子里 捡到了已经失效的召回信号枪 却成了小星吓唬妹子玩具 一号 张嘴 真的 没事 看到妹子一愣一愣的 小星也忍不住的笑了出来 随后 小星带着妹子 发现了山坡上正在狙击的敌 小星再将其一剧补掉 这个敌人所打的方向 果然又发现了 车里面也没有用啊 打了个车 开车了 很快 敌人便丢下队友狐子套 小星在将后面的敌人击倒后 又用两剧将车里的敌人解决 倒了 下来了 别把它补了吗 对面还有一个 对对对 骑马骑马 我有马的皮肤 就这样 小星停介着实力 带着妹子 骑着马来回的穿梭 妹子也是体验到了乱杀的感觉 厕所厕所厕所 厕所是吧 不是一剧的应该 然而 就在小星将山坡上的一名敌人击杀后 小星突然让妹子在自己面前表演上下马 这究竟是逗妹子 还是为了吸引敌人啊 上马 上马 以后你上马 下马 下马 你把枪收了 来 走妹子 总而言之 这确实让小星装到了 我是 我是想着把敌人吸引出来 知道吗 没有动力玩 好好 这样玩去吧 对我不当人 随后 小星也是带着妹子 迅速压到了敌人脸上 直接一个燃烧瓶 将二楼的敌人烧倒 紧接着 又一喷将那名被拉起的敌人击杀 阿进了 不去上 不去上 此时场上就剩两名敌人了 然而就在这时 小星停在面前的马 竟然自己跑路了 难道这匹马也学到了 小星卖队友的定义 没错 马他妈跑了 牛逼 经过二人的配合 也是成功的拿下了本场的胜利 牛逼 我直接给你补了 OK 最后妹子也是 预约的发来的照片 他什么真有啊 真有啊 他说没有啊 这个是动的 这个是动的